足底筋膜炎 足底筋膜炎是一種常見的腳部疾病 普遍的症狀經常聽到 腳底一踩落地就好像針疾那麼痛 今天想請教一下Dr.Wong 到底什麼是足底筋膜炎 我們先看看這個模型 腳底筋膜其實就在我們的腳底這個位置 接近這個腳踭和腳弓的位置 這個筋膜如果受到我們經常勞損 以及我們說著醋鞋的時候 其實這個筋膜就會產生發炎的現狀 最常見我們看到一群朋友 例如他們跑步之前 就很少做一些拉筋的運動 當他們跑步跑得久 就開始有同性出現了 另外有一群朋友 就是他們患有扁平足 或者是腳弓太高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現狀的 最常見就是一群女士們 他們長期穿這個高跟鞋 都容易有這個情況出現 那怎樣可以去避免有這個足底筋膜炎 我們最重要就是穿少一點高跟鞋 可以穿多一點波鞋 另外就不少得 就是要伸展我們這個筋膜的肌肉 因為小腿的肌肉太過繃緊 有時都會令到腳底的筋膜 受壓而引致它的發炎 所以我們都要做一些腳底筋膜的運動 來幫助它伸展和強化 如果我真的有這個足底筋膜炎 那我可以怎樣去治療它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幫助病人消炎和止痛 另外可以在家裡敷冰 其實都有消炎的效用 然後就是要做拉筋運動 如果有些人真的有足底筋膜炎的話 穿鞋方面會不會特別選擇某些鞋 除了避免穿高跟鞋之外 怎樣去選鞋呢 通常我都會建議 譬如尖頭和圓頭的分別 如果尖頭的時候 就會令到腳趾沒有辦法去 即是有空間去伸展 所以我們選鞋的時候 最好選多些圓頭 另外我們可以 如果有些病人有扁平足或高足弓 我們會建議做一些特製的鞋戰 就是扁平足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托腳弓 然後就令到他們走路的時候 就可以免了這個筋膜發炎 這個動作可以消炎止痛 預備就是一個 雪凍了冰的水瓶 記住不要入滿到最盡 否則就會爆了 之後就包住水瓶 我們就可以踩到上面 到位置 前後滾 這個動作就可以令到 竹仔筋膜炎痛的時候 可以震痛作用 同時可以做到按摩的功效 今次預備的動作 要一條大一點點的毛巾 好像這樣 對摺之後 將腳放進去 我們做的時候 腰背挺直 將腳放進去之後 我們可以拿毛巾的末端 然後將腳慢慢拉過來 其實拉過來一點點 拉扯的感覺都會在腳底的位置 和小腿會有很強烈的感覺 當我們做了三至五下之後 你感覺就應該沒有那麼強烈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毛巾 再拿近一點點 慢慢把它拉到新的方向 我們在用力的時候 呼氣把腳拉過來 這個動作就可以舒緩足底筋膜炎 道具方面 我們一條小的毛巾 對摺再對摺 然後放在地上 我們會踩下去 踩下去 留意的地方 就是我們只是腳前掌踩著 然後找一部結實的牆 或者鎖實的門 我們會前後腳站 留意我們腰背挺直 和眼望前方的 我們開始做動作了 將人重心慢慢推遲 這一刻 應該後面那隻腳的小腿肌肉 會有拉扯的了 注意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的腳 後面那隻腳是直的 我們可以有少少動作的轉換 慢慢將後面那隻腳的膝頭 曲起來 這一刻 其實我們的深層肌肉會拉扯 身份直 就是一些表層的肌肉 我們可以 屈曲 深層肌肉 伸直 表層 我們做的動作那時候 最好就是保持呼吸 也是一樣 每個動作都可以做五至十次 這次可以在一個木箱 在一個石膊 甚至樓梯都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那我做這個木箱做示範 那如果家裡用木箱的話 最好有一件事是可以扶住的 那你會安全很多的了 那踩上去之後 那我們兩隻腳呢 跟我們的盆骨一樣那麼闊 然後找其中一隻腳呢 正是腳前掌呢 踩到一級 留意 都是我的腳 後面那隻腳呢 是保持伸直的 跳完之後呢 就將人的重心 放在後面那隻腳 讓腳端慢慢沉下去 身體的重量墜下去 那這一刻呢 小腿的位置呢 肌肉呢 就可以放鬆到的了 大約停留五至十秒 那就可以用這隻腳 起身 我們會重複做五至十次的